小史龟这位擅长英语 致力于成为国际律师的日本青年 和日本皇室的真子公主 是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的同学 9年前在一个留学生交流会上相识 日本媒体公开过两人在电车里的合影 很有罗马假日的感觉 小史虽然家境贫寒 但是外形出众 曾经被选为湘南江之岛的海王子 真子公主说过 很喜欢她太阳般明媚的笑容 小史说真子公主与她像月光一样守护着她 2017年5月 两个年轻人首次公开恋情时 日本民众对这般美好的两个人 送去的都是祝福 然而没过几天的功夫 日本媒体透露出小史家并不美好的一面 父亲自杀 母子生活拮据 母亲曾与人有婚约 拿了对方400万日元 两年后对方感觉结婚无望 经济负担还挺沉重 提出解除婚约 后来对方要求小史家还钱 但小史母子认为这笔钱是赠予并非借款 这个金钱纠纷 拖延至今 让日本皇室很没面子 真子公主的父亲 秋小宫殿下是天皇的弟弟 由于天皇没有儿子 真子公主的父亲是皇位的第一位继承人 也因此准驸马的身家清白就更显重要 2020年11月秋小宫殿下发表公开讲话 提出小史应当以可见的形式解决自身的经济纠纷 最好把前因后果都对公众交代清楚为好 然而4月8号 小史通过代理律师自信满满的公开了28页纸 6万字的小论文 有理有据的自证清白 概要4页 证文11页 补充注释13页 妥妥的一步立作 没想到社会舆论的独厚感是这样的 第一 真长 第二 对他资助之恩的人 非得没有感恩怎么还给人家偷偷录了音 第三 还没弄清楚是贱还是纵语的400万 小史家竟然自以为是的把纵语税给交好了 第四 公主不能嫁 正常的处理方式能有娶公主的机会 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自身的污点洗干净 扯那么多这笔钱的兴致不如早早还掉那400万 真子公主原计划在今年10月两个人30岁之前完婚 但是看目前的状况 日本宫内厅并没有要完成纳采仪式的意思 对的 这个纳采也是来自中国文化的传承 日本国民都希望真子公主幸福 同时也十分不满意小史家的那些事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婚要是结了 皇室颜面不好看 万一再离了 后果不堪设想 也许性格单纯的人 更适合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上海东方卫视 东京战记者 宋看看再会 那边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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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有什么呢